厭情隐席月 先是品嚐高档的 黑毛和牛壽喜燒 接著旭團來到另一家 百年老店品嚐蛋包飯 而這家店還是隐席月 親自清點 因為年輕時 曾到日本品嚐過 至今念念不忘 東京銀座大批危安人員 嚴加戒備 原來是有貴賓到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宴請南韓總統隐席月夫婦 來到高档餐廳 急著品嚐黑毛和牛壽喜燒 雪花分布完美比例 入口即化 搭配上生蛋液美味升級 最後還吃了稻廷烏龍麵 岸田利用美食和隐席月 拔鋼錦 兩個接著耍脫 來到巷弄間的蛋包飯店 這家有128年歷史的 戀瓦廷 是隐席月清點店家 雖然一份只要台幣600塊 但他年輕時 曾在銀座吃過 蓬鬆軟嫩的蛋皮 加上半熟蛋液 在飯粒間的軟嫩口感 讓他念念不忘 晚宴加上刷刀 日韓兩位領導人 乾玩啤酒喝日本酒 還有燒皺 美食加上美酒 亦讓日韓關係溶冰 在泰國APEC 也上演美食外交 由米其林主廚操到晚宴 以魚子醬和和牛當開胃菜 還找來普及島彩虹龍蝦和烤雞 製成美味沙拉大拼盤 而甜點則是芋頭野奶糕 讓各國領袖胃口大開 只是政治場合上吃什麼 也有詢問 去年北約峰會上 竟然出現了俄羅斯沙拉 裡頭有馬鈴薯 紅蘿蔔 加入烟黃瓜 橄欖紅椒和水煮蛋 一上桌人人搶吃 原來就是暗示要吃掉俄羅斯 背後的政治議會也另一邊